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仔CBA的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 关于辽宁队还是广萨队最终谁能够笑到最后拿到总冠军呢 业内的人又是怎么样去看待的呢 接下来和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在视频开始前 麻烦大家给亮仔的视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输入一下这一次的情况 我们知道现在的CBA的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 不管是对辽宁队广萨队来说 他们现在都有实力去争夺这次的总冠军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对广萨队来说 现在他们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呢 可能就是胡锦丘这次的重商问题 所以很多球迷也非常关注广萨队在总决赛当中 到底要用一套什么样的阵容呢 去克服更加强大的良人队争取拿到总冠军呢 那么从目前来看 其实针对双方那些阵容实力问题的话 很多球迷估计也非常的想知道 到底是哪个球队能够笑到最后 那么业内的一些人士呢 又是怎么样去看待双方球队的实力 以及最终的走势呢 从目前来看来就在最近的晚上 我们看到了作为北控队的主帅 马布里呢也在社交平台当中说出了一番实在话 给了很多球迷的一个新的启示 我们看到马布里是这么说的 他说防范伤病非常重要 一旦失去你的最佳球员 赛季就可能马上报销 职业联赛获胜不是容易的事情 到最后能在整个赛季保持健康 而且团结一心的球队 才能够获得最终胜利 从马布里这番话当中 其实能够看得出来 他虽然说没有点名 辽宁队以及广萨队 但是其实已经说出关键的所在 就是一个球队想要拿到最好的成绩 最终的冠军的话 其实呢你的核心最佳球员呢 是不应该出现伤病的 所以这一点呢 就让很多球迷的联想到 在最新的胡金秋的伤病问题了 胡金秋呢 作为整个广萨队的一个核心球员之一的话 那么他也确实呢 是目前整个球队的最佳球员 在常规赛当中还拿到了NVP 这么一个优秀的球员 在这个时候突然赛季报销 那么对整个广下的一个实力折损呢 是非常大 所以可能按照马布里这番说法的话 那么可能呢 之后啊广萨队真的是想夺冠 可能会没戏 辽宁队的一个迎面呢会更加大 而且从目前来看呢 其实包括在此前常规赛结束之后呢 马布里也曾经发生力挺辽宁队 他觉得辽宁队呢 根本就是一个冠军级别的球队 已经是时候呢 应该拿到总冠军了 所以从目前来看 马布里呢 应该是更加看好辽宁队的 当然其实对于外界来说呢 现在不管是从整体的实力阵容 还是状态方面呢 其实辽宁队都不输给广萨队 甚至可能在整体的阵容强度方面的话 要比这个广萨队要更加优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说广萨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不会发生太多的一些意外事情的话 其实呢 基本上拿下这个总冠军 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的 那目前可能最不稳定的因素呢 就是广萨队许忠豪这个球员了 那么这一次如果说许忠豪出手伤害到了莫兰德 或者说郭爱伦张正宁这些球员的话 那么估计之后对于总冠军的一个走向 就会有所影响 所以我们也希望一方面广萨队呢 当然我们也希望辽宁这边的阳明能够安排相应的战术 去限制好许忠豪这个球员 避免他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去伤害到整个辽宁的核心 最终啊 如果说因为意外丢掉这个冠军呢 就太不值得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